Hello 大家好 我是Sindy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Sindy Time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接着上一个视频或者是上上一个视频里面呢 有和大家说过 今天是和大家分享一下Chanel今年冬天新出的一个四色眼影盘 一个高光 还有两只唇釉 四色眼影盘 这个颜色已经蛮早之前在YouTube上面呢已经有给大家看过 它这个颜色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说 嗯 它蛮适合画出两种不同的眼妆 一个呢是偏绿色调的 一个呢是偏棕色调的 在多次的反复实践以后呢 我总结出来不行 它只能画一个眼妆 这个眼妆最终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我现在这个眼妆的颜色的样子 绿色为基调 但是这个绿色呢是不太容易被人认为是说是一个绿眼影 而是说是一种绿色和咖啡色 还有一种深灰黑色 交织在一起的那种所呈现出来的颜色 当太阳光如果照射在眼皮的这个位置的话 还略略的呢有一点金色的珠光的闪光度在那里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高光 这个高光呢也是我在视频中多次说过 是被一个小伙伴提醒来买到的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的色泽 它这个颜色呢其实是和眼影里面的这个最小的这个颜色啊 是有一点的类似只是高光里面的话呢 它的珠光的反射力的话又比这个眼影里面的那个小的呢 有点的强烈 这是这两个产品 另外呢就是两支唇釉 我没有去柜上靠柜去试 直接在网上下单去买的这两个颜色 至于这两个颜色好不好看 我对他们的评价又是如何 我对画眼影方面的心得是怎样 高光的话我又会认为这个高光是属于什么样类型的高光 那在视频的后面就会和大家一一的分享 首先去看一下眼影中四个颜色的手臂刷色 以及高光的手臂刷色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眼影盘里面的第一个颜色 也就是左上角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其实是超级超级的美 而且我这个颜色呢是一笔刷色成这个样子的 它里面呢是那种非常的墨绿色 而这个墨绿色呢其实又比较接近于那种黑灰的那种颜色在里面 里面有些许的金色的细闪 这个颜色超级超级的美 在我的现在所有的眼影盘里面这个颜色是没有的 这个颜色呢是大家看到我在手臂上做了两次刷色以后 所呈现出来的一种颜色 略微的带一点肉色粉色交织在一起的 然后里面有一点点银色的珠光的一个颜色 非常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日常这个颜色 后面上眼妆的分享中我会告诉大家这个颜色 它比较适合用在眼部的哪一块区域会更为理想 第三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它是那种绿色里面带着些许的金色的珠光的颜色 可以说现在手头上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绿色呈现 我在很多的视频中呢有和大家分享过绿色的眼影 但是呢和这个绿色呢是完全的不一样 因为在很多的眼影分享里面很多的绿色呢它是纯粹的雾面色 而这个绿色呢它里面是有金色的细闪 为了能方便大家更能直观的看到 现在第四个颜色呢是我从Natasha Denona Mini Gold里面 涂出来的绿色的颜色大家看到吗 它们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它和它比起来它就是纯粹的绿色 而它呢是有那个金色黄色靠着金色的微闪的话呢 它这个绿色就是不是那么的啊 我们说直白的那种绿色 第五个颜色呢就是来自于大都会眼影盘里面的 拥有果色 它的那种颜色呢是黄调特别的明显的那种绿色 所以大家看到同围看上去像绿色的话 质地也不一样 绿色的色泽也都是不一样的 好这个是盘子里面的最后一个颜色 我不知道视频里面有没有能够拍出来 不是那种纯的咖啡色 反而它里面带着一点点的紫调的 有一点像黑葡萄紫的咖啡色 而不是黑葡萄紫的紫色 所以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这四个颜色组成的Chanel的这个眼影盘 从颜色的配色来说的话 有一个天黑的墨绿色 粉色敷金色的一个颜色 发着金色光泽的绿色 以及一个发着有一点紫色光泽的咖啡色 所以这四个颜色刷在手臂上的色感 是会比放在它盘子里面来的更好看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高光色 你看一笔就能画这么长的颜色 所以说它的延展度是非常非常的好 其实和它的眼影盘里面的最小的 那个前面给大家看到的肉色的 敷金色的颜色呢 是有一点的类似 只是呢眼影盘里的这个颜色 它的延展度是不如高光来的这么的好 那大家已经看到了眼影盘 以及高光的手臂试色 大家感觉这些颜色怎么样呢 我自己的感受都是说 这些颜色在粉盒里面放的时候 眼睛的直观是一种颜色 当它刷在手臂上所呈现出来的颜色 比它在粉盒里带着会更好看 而且它的颜色不是单一直白的绿啊紫的咖啡 而是说在这个主色调的基础上 靠着不同的珠光叠加在里面 混杂在一起以后 所呈现出来的颜色呢 就不是那么的单一 反而会觉得特别的奇妙那种颜色 我是如何用这个四色眼影盘 打造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眼妆的话呢 大家就请看下去吧 通常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盘子的配色的话 肯定会从它最浅的一个颜色开始 但是这个颜色呢是有一点在阳光下偏粉调的肉金色 用于眼睛相对比较肿一点 或者是说有点抛的话 它不太适合 所以这个颜色它只能是作为卧蚕的提亮或者是眼头 所以我们不能从这个颜色开始 我会直接沾取这个有一点绿色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在盘子里看上去呢是绿色 其实它这个颜色里面有一点绿有一点金的这样的混合 而这里面的话呢绿色的成分又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所以我们试试看 它这次的粉啊掉粉现象还是蛮明显的 前两天在家试装的时候呢已经发觉了这个绿色的上色力啊 不是那么那么的强 是有一点像那种日韩卦的上色力度 我不知道镜头里面现在能不能拍出那个颜色色调 镜子里面看呢是有颜色上去了 但是我担心镜头里面看上去感觉大家觉得我啥都没刷一样 每次的沾取以后呢一定要抖掉鱼粉 千万千万抖掉 它这个绿色还是蛮漂亮的 它这个绿色刷在眼皮上呢 如果从正面看上去呢是有一点绿色的色调 但是如果是对着阳光这么照过来的话呢 它是闪着那种金色的光泽的 它就是等于不是用一个颜色的色调来诠释这个绿色 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些绿色呢 就是单纯的纯的绿色 但是它呢就是会有一种反光的颜色呢在里面 它是有一种灰灰绿绿 但是光线照上来以后呢又有一点金色的颜色 其实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先把右眼画上 画这个眼妆呢不能着急 一个呢是要抖掉鱼粉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上色力度 并不像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欧美系的那种上色力度这么的强 画的面积啊可以画到 这里全部都可以 然后我们仍旧是沾取这个绿色 把下眼线画一下 现在呢看到的颜色呢是最最基本的眼皮上的铺色 接下来就是用这个咖啡色 它这个咖啡色上去以后呢 基本上会盖掉绝大多数绿色颜色在上面 但是呢它又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含有绿色色调的咖啡色 也蛮有意思的 好我们画一下下眼线 这个颜色前面前面手臂刷色也看到 它是那种黑色里面有一点的墨绿色 但是只是看盘里面的颜色的话 感觉好像是那种墨绿色 其实是蛮黑的那个颜色 我前面呢已经有试过用它这个墨绿色的颜色来画眼线 那基本上呢是看不太到的 所以我现在直接用眼线一笔来画眼线 然后呢我们再取里面的这个黑的那种颜色 来加重一下最后面的那个位置 这个颜色上去以后呢 可以帮助前面已经被盖掉的绿色啊 再重新会到主色的级别 发粉的浮景色 画过蚕 同时戴到眼头 它这个颜色的显色度呢就不是特别的高 同时它的反射度呢又不是特别的高 那眼妆呢基本就是这个样子的 今天的颜色的每一层上的量是比较的多 是因为在镜头里面要给大家看的是比较的明显 也就是说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的话 其实是可以降低一些 它每一次的用量 或者说它的叠加度不要那么的高的话 也是非常好 但是今天这个眼妆出门日常的话 一点一点都不违和 一点都不会奇怪 那这个盘子它整个出来的眼妆 不是那种以棕调为基础 出来的眼妆是以绿色的基调为基础 但是这个绿色的它的颜色的色调 不是纯粹的就是绿到底的颜色 它里面夹杂着一些棕色 又夹杂着一些深灰色 混在一起的那种绿色 其实这种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 它有一种层次感 绿中带晶 晶中可能有一点的深灰黑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高级 很好看这个颜色 好我们现在就来画腮红 是用回NARS的腮红盘 选用它这个盘子里面的这个颜色 我们上腮红之前的话呢 还是要确定一下 眼下没有任何的眼影的残留 就是那个粉飞的脸上到处都是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先清干净了 然后才能刷腮红 它这个眼影配的腮红 不能是那种太活泼的颜色 但是呢又不能是太深沉香 那种血色的颜色呢 其实并不适合 然后修容的话呢 还是用回NARS的这个修容笔 这个已经在我很多期的视频里面 都有出现过了 到了高光的部分 那这次的高光产品呢 也是我特别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 这个产品是出乎我意料的 有一期我记得视频里面 有一个小伙伴留言是说 我当天的妆容看上去比较清透的 其实当时我用的就是这块高光 做Chanel粉底液的时候 当时呢我给大家看到呢 是我的手头上的一个 狮子头的这样的一个高光 把它们两个的颜色 这么呈现在一起给大家看的话 大家会比较明确的看到 它的颜色是比较的像 灯光下或者是阳光下的话 会是一种肤色色调的一个金色 而狮子头的这个颜色呢 感觉就会是比较的 古铜金的那种颜色 今天会用这个比较小的扇形的 通常我是来刷鼻影高光的 我今天来刷这边 我用这个刷子呢 是因为它的刷的那个面积不会很大 我想一点一点的来叠加 让大家感受高光在脸上 所呈现出来的颜色和亮度 而且我自己在镜子里面目测的话呢 这种高光刷在皮肤上面的话 它只会呈现皮肤的一个光泽度 一点都不会显得皮肤的粗糙 或者是感觉毛孔会变大 一点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作用 看到了吗 它的那种光色度 我觉得真的超好看 会让这个皮肤非常的透亮 真的就像一个视频里面 一个小伙伴他所感受到我当时的那天妆的透亮程度 因为有一些的高光 它在盒子里面看到的时候呢 感觉好像是那种粉肤精的颜色 但是一刷刷出来呢 就是银河般的颜色 那种颜色其实是很难驾驭的 不是特别的好看 我不太喜欢啦 就好比是生姜高光 就是属于那种类型的 我不是很喜欢 超高光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也非常的重要 眉毛的上端的前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吧 我超级超级喜欢的这个高光 好了 彩妆的最后一部分呢 就是和大家分享Chanel的 这次我在网上忙买的两个颜色 一个呢是804 一个呢就是814 这两个颜色是 迥然不同的两种颜色 这个呢就是有一点深藕紫色 而这个呢就亮珊瑚色 荧光的颜色在里面 它整个一个平身呢 就是那种有一点磨砂质地的 一个玻璃平身 但是我又不敢确定 因为它的分量感觉是有一点分量的 我先把这两个颜色 分别刷在手背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们的颜色所呈现出来的色调是怎样 上面一个呢就是深藕紫色 下面一个呢就是亮珊瑚色 其实这两个颜色呢 我觉得有一期视频 有和大家说过 我感觉没有Dior的那两款好用 它刷在唇上和刷在手臂上的感受度一样 它是有一种沙沙的感觉 沙沙里面呢又有一点水的感觉 就是这种感受交织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涂了一层的藕紫色 也就是804这个颜色 首先第一个呢它不是提气色的 然后第二个呢 如果你的唇色颜色是比较深的话呢 这个颜色涂上去就跟没有涂一样 但是这个颜色呢比较的日常 我发觉 如果说你没有上润唇膏的习惯 或者说你的唇部是比较干燥的话呢 右上的嘴上以后的话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干 它就是那种完全完全雾面的那种颜色 但是你不会感觉这个嘴唇是比较滋润的 好 我把唇色盖掉一点 那我们现在来上这个814 好了那这个就是上过两层以后的814 就像前面有和大家说过的 它是那种亮珊瑚色 也就代表着它里面是有点荧光的 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调皮肤 一开始上一下感觉是好像水水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会以最快的速度 这个唇部就干燥了 它是有一点点的偏8笔粉的那种颜色 我的唇色呢 本身呢不是那种很深的颜色 所以说基本上能比较准确的反应一个唇膏 应该有的一种颜色 我特别感兴趣Dior加特之初的其他的一些颜色 我昨天呢去Sephora逛街的时候呢 看到它的707的颜色 我没有买这种唇用 我是买的是唇膏的707的颜色 它都是一样的那种颜色的色调 只是涂在嘴上的质地不一样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707试给大家看 再教大家一个小小的方法 如果你对唇妆颜色感觉太重的话呢 擦一点那种小小的润唇膏在嘴上 然后呢你再来吸这个唇色 觉得用这种方法呢会比较的有效 而且呢是在不损伤唇部的基础上 可以帮助你调整唇膏 你所想呈现的一个理想的颜色 在生活中的视频里面也经常会看到 大家觉得这个唇妆的颜色很深 然后就死命的去拿餐巾纸什么 去把它按压 按压过不行的话 然后再擦 其实这个时候呢是非常非常损伤唇部的 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一点都不用担心 就是取出这种润唇膏 在嘴上薄薄的涂一层以后 然后再拿纸巾来进行按压吸收 因为它是润唇膏的话 它的滋润度是非常高 虽然说你是带走了颜色 但是唇部仍旧是留有滋润度 评价我这次购买的Chanel的新品的话 高光产品真的是买对了 接下来就是那个眼影 眼影的话呢它会有掉粉线下 所以在用它这盘眼影的时候呢 千万每一次的沾去 要抖掉那个颜色 同时呢我觉得对颜色掌握度上来说的话呢 它并非是那么那么的容易掌握 需要去熟悉和操练 不纯粹简单直白的绿色 它是那种绿色和棕色 还有深灰色交织在一起所呈现的颜色 而且在有一些光线下 它会又透着一种金色的光泽 是一种比较奇妙的颜色 我个人是反正非常非常喜欢 接下来就是两个唇釉 我可以说这两个唇釉我买的是两个败笔 质地不喜欢 颜色也是非常的不太适合我的颜色 好那这个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就拜托大家给我视频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那下期呢就和大家分享 Tarty出来的最新的这个眼影盘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